這一集,星天粉絲應該開心 當然,香港很多厲害的星天粉絲 可能會認識的,絕對給我多幾十萬倍 有什麼要補充? 不要怪小弟,幫我寫一些評論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各位好 今天就到一個 小小的新節目 這個節目是胎銷新節目 但相信不會有太多 雜數產量 因為這個比較個人化的節目 好 今天第一集 當然是打頭 給一些特別的 還有一份量 也和我自己玩具 買玩具 存玩具 做玩具 買玩具 去和不同的玩具 行業領域的拍檔合作 的開端 就是 是 忘記做音樂 是 忘記做音樂 沒錯 這個1比1 的Dark Freighter 頭盔 是來自EFX 公司 先講講它的來歷 不是講這個產品的來歷 而是講我這個 pieces 的來歷 沒錯,這個是朋友送給我的 所以你會發現 很搞笑 我們用紙盒 撐起 沒錯 搬家的時間送給我 地方不夠 於是送給我 但是 不見了 盒當然也扔掉了 所以什麼都沒有 只剩下 現在看到這個主體 頭盔 如果熟悉星誌的朋友 都可能知道它是 Dark Freighter 也可能認出它是 紐盒的版本 但是 關於產品的東西 可能大家都未必有 這麼深入的了解 今天跟大家 稍稍講我自己知道的 如果有錯 就在我們的留言裏補充幫幫我 好了 由於朋友送給我 所以 其實我沒有證書 也沒有stand 也沒有盒 只有這個 這個 我的玩具 1比1的Dark Freighter 頭盔 據說是Liu Hope裡面的一個版本 為什麼這個版本呢 為什麼2011年推出呢 很多故事 這個其實當時出了兩個版本 一個 就是 1000隻 就是我手上這隻 全世界只有1000隻 頭盔 另外這個版本 只有250隻 更厲害 但是那隻呢 你會看到收到貨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以為你是 拿了套貨 因為那個呢 在它左邊 或者應該是右邊 鏡頭左邊 正式的右邊 它面上有一個 C Scarf 的東西 其實C Scarf 因為 滑狠 C型的 另外這個就有點崩狠 其實這個Exactly 就是 你這棵裡面 你會看到的場面 當然身為死忠粉絲 一定會知道這件事 就是 其實當時的道具 也是有花痕的 不知是專門製造戰術 還是拍攝時 製造毀壞 總之就是這個痕 那250pc就會做這些 以及在上色方面 會有很多痕跡 很多不痕的 為什麼呢 這個不是錯 它專門造成是 希望做到接近100% 當年還原在 A New Hope 電影裡面 所用的 唯一一件 Dark Vader 頭盔的道具 那當年 他們的道具 但是 沒有記錯 有Rig 在片場做完之後 就 Clarve 了這個 Dark Vader 頭盔 只有一個版本 去拍攝 拍完之後 其實只有一個版本 所以當時沒有其他複製品 他們唯有 在當時的宣傳裡面 有些人 會扮演 Dark Vader 和Storm Trooper 去逛街 但是 當時只能夠 將拍完戲之後 的道具 傳送回美國 由他們的拍檔 重新 用橡膠倒舞 複製 那些版本 所以當時 由街做宣傳的版本 也是Exactly 那個樣子 就是當年拍攝 當時用的版本 所以這個產品 就是Exactly 當年 就是用回 拍攝完之後的版本 再Recast 宣傳品 即是原裝版本 再重新倒舞 再做出來 得到正式授權 是2011年 EFX正式推出的 EFX是一間美國公司 有沒有記錯 他們專門出一些 一比一的道具 或者叫 一比一電影道具級的 複製品 沒錯 他強調 通常 不單只是模擬當機裏面 亦是嘗試做一件事 就是 和Exactly 又是Exactly 很多次 七次 就是用道具 當年拍戲的時候 完全一樣的模式 複製一些道具作品 現在看下去 目測都頗漂亮 但其實 這個頭盔 無論你是1000PC的限量版 或者250P的 Legend版本 其實都是充滿了不對稱和下癡 為什麼呢? 沒錯 由於這個頭盔 當年是由道具大師 他自己親手去刁鎖出來 然後再翻製一個版本 就還來拍戲了 所以 其實當我開的時候 來看 很久沒有那部店 都發覺 其實在頭頂 很多部份 其實完全都是不對稱的 這個才是真的 因為 現在後期 例如有些玩具 或者兩樣產玩具 他做回電腦 用對稱 是不奇怪的 但實際上 戲裡面的面 是歪的 如果有留意到 我都覺得 其實三套的 聲戰 頭盔都很大的分別 這個沒錯 對 還要說回一些故事 當年很多聲戰的道具 其實是儲存了 或者遺失了 甚至是消費了 所以能夠回復 當年你Liu Hub 即是第一次 第一套的聲戰的時候 在片場拍攝 那個 形態狀態的 版本的Dark Vita 頭盔 就只有這個Earface的版本 比較便宜的 那些 那些是全部對稱和量產化 那些是用膠做的 而這個 剛才我給大家看到 其實它不是用膠做的 就是更加像當年 他們的道具 為什麼呢 這個頭盔 如果我理解 應該是真的可以 你做Cosplay 可以用來戴上頭 是可以戴下的 也是 結構 也是跟當年的戲服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一會兒 當我把這個頭盔 這個層 下開一會兒 你會發現 咦?這麼柔的? 沒有細節的? 不是的 這個是模仿當年片場 他們扮Dark Vita 一會兒 那個狀態 的戲服 或者道具 去模擬而成 所以除了不對稱之外 上色有筆跡之外 有崩了之外 有下癡之外 有下癡之外 甚至 裡面的形態 你可以說 其實是穿崩的 就是說它沒有了你當年 打開這個月頭盔 裡面的電子儀器 或者Dark Vita 破壞了頭部 因為這個是被演員 戴上身後 拍戲用的版本 所以這個產品的價值 就是這裡 應該沒有記錯就賣光了 這個純粹是一個禮物 但是覺得這麼棒 不妨大家看看 我的玩具 叫玩具 好啦 其實說真的 看一些有 你嚴格去看 如果是八角朋友 或者是完美主義者 其實你會見到很多瑕疵 還要打開 你更驚人 想不到一個這種狀態的產品 它竟然是可以賣到上萬元 原因就是 它要模擬回 複製當年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好啦 拍著這個頭盔 幸好會配一些小小短片 或者一些舊 當年的圖片 如果不是悶死大家 大家一起來看看 為什麼這隻 這隻 的產品 雖然少 但是為什麼可以買到這麼貴 又不完美 又有這麼多瑕疵 大家研究一下 這隻已經不是最高的版本 我側部看 外形全部都是跟蹤 當年我小朋友看的 那個DARFIDER頭盔 好害怕 好有型 但是 都好像是崩崩的 又看上去扮金軸 又好像膠膠的 沒錯 它真的是膠 它用玻璃纖維做 而這個版本也是用玻璃纖維做 好啦 看看 好啦 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 就這樣拍 用自拍的 鏡頭影 才可以看到 遠遠見到頭盔 1比1 我剛才嘗試 開了這個 嘗試戴 它有帶的 看看 真的可以戴 因為它是模仿氣服 叫大家 模仿氣服 不是模仿 模仿 我們想像中 DARFIDER的狀態 在電影中 看到那個樣子 而在拍攝後面 它真的氣服的狀態 所以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呢 我知道這些玩家最喜歡 就是想模仿當年 Exactly 差不多接近一樣 歷史性的 那個時間 就是1977年之前 拍攝那陣現場 那個氣服的樣子 大家不妨可以看回這片 很多的 真的是這樣 我脫了 可能很多粉絲都會見過 但是很多 星戰的中級粉絲 就像我這樣 就沒見過 好多謝送給我的朋友 好 好像有點重 其實不是的 嘩 嘩 沒事 沒事 看一看 那這裡呢 其實呢 是有粒磁石的 所以剛才拔的時候 你會問我 為什麼會好像 有點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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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是一個氣服 所以 這裡也是一個圓形的 就是這個位置 剛剛對正這個洞 看到嗎 這個洞 就吸正洞 所以頭盔就只會左搖右解 就不會離開 歪了 就是不會這樣 好像傻子一樣 歪了 不會這樣 那 咦 我試看看 就是呢 就不會這樣 就是這樣 他最多是左右搖 上下搖 就不會傻子 因為追趙技呢 你知道啦 氣服追趙技就是 帶到歪了頭盔 沒有看過那些 以前的流流地的影片 那些頭盔都歪了 那些兵那些 很好笑的 但是他很認真的 但是沒有就歪了 永遠都 那些拔了眼眉 看不到 但一邊沖晒的時候 是笑笑口的 我們有沒有看到鏡頭 我見得多了 這個 很輕的 所以其實是絕對可以有氣服用的 那我沒有看過的資料 就是會不會專門用回 當年同一種材料呢 我相信是的 為什麼呢 就是70年代 上世紀 基本上玻璃纖維很盛行的 所有輕型的船 都是用玻璃纖維去做 那所以呢 就是同一種材料 就是模仿 所以你不要說 給我這些材料 為什麼不開帽 開帽很貴啊 另外就是 所以要模仿當年的氣服 所以看到裡面 不單止有一個洞洞 另外你看到 一條條的紋 這些就是玻璃纖維 所以這一邊呢 它要做到這麼光眼 是會經過很多打磨 其實當年氣服那個 應該都是經過很多打磨 又再上色 又模仿一個 鋼鐵做到 或者一個很厲害的金屬 炭鋼金屬的頭盔 是打不爛的 激光槍都射不爛的 那種狀態 但當然氣服是很輕的 它就是模仿的 所以它的頭盔是輕的 而且也是可以帶上去的那種狀態 這裏呢 沒有什麼機會看的 除了上Youtube看外國的影片 沒有什麼人見過你的真相 這一集 昇殿粉絲應該開心的 當然 香港很多厲害的昇殿粉絲 絕對比我多幾十萬倍 有什麼要補充 不要怪小弟 幫我寫一些留言 好了 這個方式的內膽原來是這樣的 鞋子全部不是很對稱的 你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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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不對稱 它的光環得來 你發覺有些位置不是圓屁 你看這些反光就知道 有些隱藏的 色彩模型 噴油 甚至是做美術的人 知道這個頭盔原來不是完美的 沒錯 當年不是完美的 是人手craft的 那麼巧 拍完之後 就放在努卡斯片場裡 就沒有理會 就把帽子放在那裡 於是拿回原裝拍戲的 就拿美國複 複完之後 去巡迴表演 或者做宣傳 所以這個版本也是當年 找回那個 應該是複製品的版本 再複製一個這樣的版本 再做出產品 所以這個 對於很多聲線粉絲來說 很有紀念價值 還有 是比較罕有的 如果看到你 買了一件這樣的頭盔 現在這樣 是正常的 如果畫這段 EFX的2001年版本 可能真的有問題了 接下來你會看到很噁心的畫面 就是 紙皮箱 因為我沒有了 但是我撐著它 但也可以展示出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它有器服呢 沒錯 看到嗎 完全是一個戴面罩 頭盔的後面 沒錯 這個東西是快速扣 這個帶 拆了之後是可以戴上面的 好笑 這樣做節目也很突然 好笑 有這麼大的地方 借了出來 而且又沒有人 看到嗎 這個眼睛有小透明 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看不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把手放進去 看見了一點東西 動一下動一下 我不是很清楚是什麼 小小看見到手 但如果在電影中 有這樣的狀態 其實基本上 你看不到語言的眼睛 你可以放在這裡 你看不到 我剛才放到很貼這個面罩 你才看到的 但你離開 就看不到 其實這個面罩 又是Asymmetric 全部是不對稱的 而且有些脫漆的 有些地方崩崩地 不要以為是跌爛了 可能是專門的 我沒有全身塞射帶 所有的瑕疵部分 但原裝250隻的版本 在這裡 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C-Scarp 就是當年在電影中 你都會看到很明顯的 一個花痕 還有一些脫漆的 但這隻因為是1000隻的版本 可能是不便宜的 其實結射帶更好 但沒有做當年的痕跡 即是模仿的損傷 這個是多些 1000pc的版本 就沒有這件 你看到這些封封的位置 其實都好像很粗 如果你現在來說 這裡好像粗疏 不要以為它是鐵 是不是鐵呢 我不知道 不是鐵 應該都是玻璃貼 我猜而已 不能絕對肯定 因為我又不敢 做一些粗暴研究 給大家看看 你知道 為何加上這個真正正的 氣服的複製版本 除了這個 裝奶茶的頂子之外 這個透明度不錯 裡面看到你是很清楚 看外面 所以絕對是可以Cosplay的 這兩顆東西 每個人都說的是金屬 氣服都是金屬 因為這些應該像現成的金屬產品 即是看到一個人 是不是帶進去的 反轉這邊 這個你看到 我專門不讓你帶涼 因為肥熱 不用太暴露 看見到 口氣位 有的 有個沙網 防止你吃飯 掉了些東西 進洞裡 經這個位置掉出來 就不好看 說笑而已 這裡隔著 有個薄沙位 真的不知為何要做薄沙位 這裡裡面的全部都是頭盔 內膽 即是可以海綿 舒服的 剛才我嘗試去 嘗試 我從來沒有帶 就 戴上去 貼著面 因為我頭比較闊 這樣就 頂頂的耳朵 我相信正常人 正常人不是戴頭仔 戴得有餘的 面長的外國人 就很適合 當然這個位置是頸位 千萬不要在這裏塞頭內 在這裏塞頭內 要不然在這裏卡住 好了 這裏是船的頭盔 其實整個飛虎面罩 有兩個洞 你眼貼下去之後 其實看到有視野很窄 窄得來 窄得很窄 但又不是看不到 很清楚 一定不會跌倒 好了 這裏就是內膽 我想沒什麼香港人分享過 我不知道 我孤流寡問 我第一次破天荒 我都很厲害 因為這件東西很貴 但我不捨得買 OK 好了 輕的 即是不闖大 不會難 可能是 掉落地難打 我不知道 不要試了 因為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到木舟 掉落地都可能會穿底 這個我就不要掉 但戴起來 我絕對是合格的氣服 因為真的不要回覆 ANHALUHUB 當年第四集 的氣服的情況 複製 是很不對稱的 這裏很金屬 鼻孔的位置 只有鼻孔 很金屬 全銀色 這些就是 金屬 黑色 銀色 所以某些角色 你覺得是銀色 我肉眼看是黑的 黑色 黑色 黑銀色 但你拍出來 你會發覺 這麼銀色 不是的 到時如果你來到 有機會 現在這個 我的玩具 我放在SE7 沒有的 只有這隻 多謝當年的朋友 送給我 因為知道是聲前超級粉絲 所以這些都 少有罕有玩具 有些朋友玩就玩這些 就是很罕有 不是玩漂亮 玩多 或者玩貴 就是很罕有 很棒的 第一次跟大家一窺全炮 這次的第一集 我的玩具 差不多了 我還是戴回去 不要影響我 戴得不好 因為這個圓形吸收了之後 應該就 OK 非常開心 這次跟大家分享 我的玩具 自己的第一集 就是 這個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 是值得收藏的玩具之一 也是 名貴的 收藏 剛才也解釋過 為什麼這麼名貴 其實不單是從 監錢上 是從它的 產品的定位 和創作的概念背後 這個意義就是很名貴的 當然還有它的功能 就是真的可以戴 挺好玩 頭到氣的 看到東西的 非常之開心 這集我和大家介紹 這個星戰的產品 來自EFX 2011年的版本 這個是1000 piece 限量版本 而不是250 piece 更加珍貴的 所以這個 表面上 他們的 塗裝 其實都是比較 算是完整 因為 其實它在電影中 有些 不對稱 人手 不織 不足 那些情況 好 喜歡看的朋友 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 ToiCV Channel 我自己的Facebook 麻煩喜歡的 讚好我的Facebook Brian Lowe Collectable Makers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可以和大家再分享 一些很棒的 比較獨特的 玩具產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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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